在我教學的過程中 有些學員會問到 會不會我們透過Back Test 有Curbed Fitting的問題 或者Over Fitting的問題 那Over Fitting或者Curbed Fitting 究竟是甚麼呢 Curbed Fitting的意思就是 我就過去一段時間的數據 譬如可能一年 兩年 找出一個最佳的設定 而這個最佳的設定 只能夠適合在 這一段Back Test的時間 譬如假設我由 20年的1月1日 去到2年的1月1日 這段時間 我找了一個最佳的設定 假設最佳的設定 參數可能是 MACD的12 26和9 這三個數字 就很適合去炒這段時間 但是經過這段時間之後 未來的話 這個參數就失效了 沒有辦法可以真正賺到錢 而過去 為甚麼會這樣賺錢呢 因為經過反覆演練的時候 他找出這個參數 只能夠適合在 20年到21年這一段測試期間 究竟怎樣做 才可以解決Curbed Fitting這個問題 其實要解決這個Curbed Fitting問題 只要做到分段測試 不斷地無疑反覆 印證就可以了 譬如我假設 將Bed Fitting時間拆細一些 我們就將它 試一下進行21年的1月1日 到6月之間 進行一個Bed Fitting 找出一個最佳參數 然後將這個最佳參數 直接投放下去 21年的7月去到12月 看看是否同樣賺錢 如果是的話 我們再用同一個參數 假設是12、26和8 放在22年的1月到6月之間 如果都是同樣賺錢 那就會解決了 一個叫Curbed Fitting的問題 即是說 過去亦都等於將來 不是所謂的Curbed Fitting 過去找到一個最佳參數 無法應付到將來 這個這麼簡單的解決方法 很適合大家使用一下 記住 這個是直接解決Curbed Fitting問題的技術 如果明白了這一點的話 大家可以進行 不斷模擬測試去進行了解 如果你想了解更加進階 程式的使用操作 以及知道什麼是市場上 最佳的自動程式交易的話 這個影片的下面 會有一個 8小時自動程式間 入門課程的連結報名 你進去後 你會看到有一個8小時班 8小時的入門課程 其實是長長爆滿的 是我親身在現場教大家 什麼是自動程式交易 還會和大家一起安裝這些程式 去了解什麼是程式交易 記住了 如果你進去後 看到有適合時間 記得盡快盡快 選適合你的時間去報名 如果不是一旦爆滿 可能就要等一個月 或者兩個月之後的長數 你才有機會參與 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持續收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這條影片 在下方的留言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裡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教學影片 歡迎大家看完其他的教學影片 去掌握更加多市場上 有關程式交易的脈搏 記住我是Wing Sir 忠於程式交易 努力研發最佳程式交易 讓各位喜歡程式交易的朋友 一起使用